红运旗的就是青春的三甲 最近也没什么声气 之前12月有一个商场活动出席过 其后似乎没有任何搞作 又间接跟媒体做短的访问 最近跟明报拍了贺连照和简短的访问 主要是讲一下Wincy 他希望新年做好自己 和作歌 希望有自己的歌和自己作歌 希望用作品让大家记住他的名字 另外最想摆脱是延明熙敬敌标签 这次访问我看了几个 包括早前夹集最近的访问 综合来报道这一集 混合地说一说 其中当然要问一下 怎样看贺连明熙敬敌这个名字 他说初时是不介意的 还觉得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自己 但是后来明白 继续靠这个标签 继续靠标签 路走得不远 所以他说不想再有什么关系 就是延明熙敬敬这个名字 他不希望再和扯上关系 和这个标签 想试图摆脱了这个标签 之前也说过再三的 就是他老板改的这个名字 我完全消失了 另外就说虽然他们是同一个老师 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意思是他和延明熙完全不同 他说延明熙比较讲故事类型 声音也比较柔和 而他自己的声音也比较干硬 他是属于爆发型的 然后就说曾经见过延明熙 但太害羞 不敢和他打招呼 今天再问到挺好的 就是为什么会参加就事青春呢 他说是机缘巧合 因为当时他参加了歌唱学校 是学生来的 碰巧就是青春的团队去那里选择人 结果一轮挑选就选到他 他说好幸运 因为最终只有两到三人被选中 所以他不想浪费了机会 希望好好把握一次 结果就参加了这个节目 然后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记者问得很好 你之前有没有报过《造星》和《星梦》吗? 他说之前还没正式学唱过 但《星梦2》原来他有报过 有交表格的 但最后没有消息 记者挺好的 很标准的一些标问题的手法 也是标到的 然后他追问我 咦?你唱得这么好也没有入选吗? 这句当然是基于要标问题而问 咦?你这么唱得竟然进不了? 然后他说 他说那时候最初学唱歌 没有个人风格也发挥很不稳定 所以没有办法入选 应该是第一轮也进不了 他说是仅限于交表格的程度 他说你学唱歌应该都花了不少钱 他说是 荷包重伤 要学唱歌 和要瘦面 因为他也是阔面一族 他说每样东西加起来 用了十几万 有个记者问 是否家人给的? 他说当然是家人给的 我只有19岁 家人很支持我 知道我这个年纪 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努力奋斗 所以他们很支持 也不忘说 将来一定会回报他们 要在这行赚更多的钱 去答謝父母 看看他行不行 另外再追问一下 因为他说一条大数 用了十万 用了十几万 他再问 每个月给多少钱 学唱歌 他说也要五位数 其实也挺重要的 有些贵一点就二千元一堂 有些可能相宜一点 一千元一堂 如果十万也学得挺密 如果二千元一堂也要学五堂 那就五位数 然后继续问 这个记者也挺好的 有备而来的 那些问题问得很恰当 就是 怎么看网民不断攻击你 说你唱歌难听这个情况 就说 初头听到这些评语很伤心 然后有时候有些说话也挺难听 有些说话也挺难听 当时真的无法忍不住要哭出来 而且老师在旁边更加忍不住 因为觉得很对不起老师 很激动就哭出来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就开始没有那么情绪化了 开始适应到 而且 他说现在 因为学多了很多东西 就 心态都开放了 精护评都会听 而且慢慢掌握 观众 究竟是喜欢什么类型的风格 慢慢摸索 另外就说到梦想 有梦想也比没有好 他现在在读中 资专设计学院 攻读音乐和作曲 作歌 他问到梦想这一部分 他就很着弱回答 就是想有自己作的歌 将来处多些歌之后 就会开洪馆演唱会 当然现在的年头似乎容易了些 但当然也有足够实力和人气支持度 我说这句 看看他能不能够 但是现在 他们开洪馆更重要的是 先要有人知道他是谁 就是青春时也很少人看 其实看得我这边 应该怎么也不会变成他的粉丝 那些观众也是来八卦一下 看看如何 也是因为标签而关注了他 所以如果真的要更多人认识 首先要摆脱标签 然后就是实力说话 看看实力如何扭正 他的潜力是有的 但要开到竅 现在是闭失了 他找到正确的道路才可以开洪馆 否则现在还是继续要摸索 今天问到最想和哪个前辈合作 他就是林家谦 挺有想法 就觉得他的作品很有灵魂 还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 是他的学习对象 他因为他说想作歌 看看他将来作的歌是怎么说不定 好的歌真的要靠他自己作给自己 结束了 一轮咀我整理2-3个访问的内容 里面有一个记者问得挺好的 但中间交错了几个访问 然后就说到中学时候也有谈恋爱 但也属于puppie love 最终因为小学鸡吵架 就分开了 然后没有了 然后也不打算拍拖 也要努力在事业里奋斗 另外他那10万元奖金 原来交给妈妈管理 但是之前去日本六天旅行 拿了几万元做旅费 买东西吃东西 连行李箱都赚爆了 今集我们简短由这里 主要是他想摆脱标签 原来学唱歌也花了不少钱 所以也就是家里要有钱 一个月也花了一万多元 一个月也花了一万多元 一个基层 拿来学唱歌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多元 然后他原来有参加过星梦2 但表格第一轮已经没有了 哭那里大家都明白了 然后梦想原来好云大 这集我们先来到这里 有没有想法留言 有没有想法留言 到这边 还没想到 我看你 那里面 在那里面 你 感谢观看